尽管雷霆三巨头之一的田瓜恩森尼手感低迷 幸好维斯布鲁克改根保罗乔治亚当斯洗手标分 更限制地主黄蜂下半场只得32分 雷霆最后以101比91逆转击败黄蜂 总算中断最近的三连败 目前23胜2失败 蓄居西区第五 其实维斯布鲁克这次抱着全力复仇心态作战 因为两队在去年12月12日的首次交手 黄蜂竟然暴冷在客场以116比103击退雷霆 所以尽管14日打完前三劫 雷霆仍落后黄蜂三分 维少仍在末节代替雷霆攻守 节奏顺利逆转战局 维斯布鲁克拿下25分 是篮板及7助攻 表现仍然相当全面 乔治也有17分 8篮板 亚当斯14分 11篮板及4火锅 比较尴尬的是赛前还在放话 接下来比赛要更拼的安泽尼 全场投14中3 仅拿7分 不知何时才能突破低潮 黄蜂以主控肯巴沃克 中时电子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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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